姜濤的中國新聞報道 姜濤親自到姜濤灣 視察一下 他的形勢、熱毛 當然這個只是開玩笑 其實在姜濤灣 最主要目的 就是看看 究竟大家 在姜濤430的時候 在做過什麼 究竟有什麼痕跡 非常窩心 雖然430在新加坡 但是到姜濤灣 也有些作為 究竟有什麼事呢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走這段影片 和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小一點 課金支持 姜濤430的時候 就不在香港 過了新加坡 其實翌日 他開完新加坡演唱會 已經回到香港了 回到香港 第一時間 應該 根據很多姜濤說 他應該是凌晨 在凌晨 就下了去 凌晨就下了去姜濤灣 去巡視一周 就好像巡視一周 我們看回 那條片段 應該很晚了 深夜了 但是我們都看到街上也有幾個人 他就 理論上 就沒有被任何人 認得出 他應該有人幫他拍片 傳聞 幫他拍片就是有家人 然後他就 剪輯了一些 當日430姜濤灣 一間的氣勢 那些 敬門工作 都很棒 姜濤就下了去姜濤灣 看看一些痕跡 我經常都說 有人經過的地方 就有痕跡 姜濤也是明白這一點 所以他就特意去姜濤灣 看一看 好得太過分 大型的宣傳畫 還有去姜濤灣 看看自己 支持姜濤的一些 足跡 我想他都很感動 很多謝 大家對於姜濤 的支持 所以他就 下了姜濤灣 走了一轉 姜濤這個舉動 非常之貼心 我自己覺得非常之貼心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 無奈的 去新加坡 MIRROR重回演唱會 因為他都知道 每一年的生日 是 對姜濤是很重要 反而我自己 認識的姜濤 他反而對自己 生日 放得不太重 我的感覺放得不太重 可能他自己 在於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身邊的人開心 姜濤開心 姜濤幫他慶祝 可以團結一致 有很多人 甚至是因為姜濤的生日 令到他自己 本身姜濤一家人 更加團結 真的姜濤自己一家人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想在於姜濤來說 他其實覺得 生日可能對於他自己來說 不是太重要 但對於姜濤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即是無論是幫姜濤慶祝山也好 或者是搞應援也好 或者是搞一連串的活動 都我的意義 都是非常之大 甚至是有我的觀眾 聽說 跟我們分享 他說其實每年430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最最最重要的日子 即是在很多姜濤心目中 那一日是一個節日 我們傳統上覺得節日 就是那些新年聖誕 中秋節等等等等的節日 但對於姜濤來說 430 真的是一個生日 真的是一個 對於姜濤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能夠一方面 對支持姜濤一個 很實質的行動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對於他們來說 每年的慶祝是這麼重要 430除了我們做應援去支持姜濤之外 對於姜濤和姜濤之間 都是一個 促進那個活動 促進那個 開心的 相聚的日子 所以 430對於姜濤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對於姜濤來說 因為他看到我們開心 所以他也會開心 這件事是姜濤一個很善良的心態 對嗎 可能在於姜濤來說 他前幾天都發了一篇文 他說 同一班波友在球場慶祝生日 其實在於他來說已經很開心 簡單單 做一個生日蛋糕 我的生日蛋糕不一定要美麗美滿 很簡單可以的 在球場的朋友和他慶祝生日 可能連生日歌都不用唱 他已經很開心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姜濤其實 我想他對於自己生日不生日 或者是生日要怎麼慶祝呢 其實他放得很輕 他很謙卑 他很謙卑 他沒有把自己放得很大 他把自己生日這個日子 跟平常的一些日子 其實是沒有分別 但是我們自己的姜濤 就另外一層意義加了 但是姜濤日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 除了在姜濤灣慶祝之外 今年是特別重要一年 就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相對 因為有一些傳媒 有一些傳媒 是建造了 譬如可能有某某碼頭 又某某某公園 好像他看個細 是直接是想這個 將MIRROR十二紙 就畫了地盤 總之姜濤灣就給姜濤 即松樓灣給姜濤 碼頭就給教主 然後不知道誰就給哪裏 都畫了出來 對於姜濤來說 當然是不可以相提並論 我們姜濤灣 其實已經是以年計 這樣去發展 做應援 大家有一個很以年計的回憶 並不是什麼人家屬於我們身上 是我們這麼多年來一些機陽巧合 姜濤有住在附近 他又在附近出沒 譬如是打籃球也好 或者是一些夜晚逛街也好 我們都很多年了 很多年沒有見過他自拍逛街 因為他真的太紅了 即是如果你被人發現他走下街 自己在銅鑼包或者鬧事之中 即是如果我的日 即是我的時間不是那麽深夜的日子 我相信都瑞絲不痛 我想大家都 我想姜濤不用回家都可以 所以我們 見到姜濤 適合一段去夜晚逛街的日子 我們自己都很 很有回憶 即是我不知道其他姜濤怎麼想 對於 即是對於 高登仔來講 其實是一個 幾美好的回憶 即是 日頭 你看到 這個銅鑼灣都擠滿了人 基本上都瑞絲不通 當姜濤晚上 去看看自己 巡視熱舞 去看看自己的 poster也好 大型廣告板也好 應援的活動的痕跡也好 對於姜濤來講 是充滿回憶的 對於姜濤來講 對於高登仔來講 也是充滿回憶 也是回憶這幾年 我們在銅鑼灣 留下不少的腳印 流下不少的汗水 濾水 也有 即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而且講 因為現在真的太多姜濤 即是我自己 在近年 即是我以前經常去銅鑼灣 一個星期起碼一次 即是你說 和姜濤一起去 一起做應援也有 但是你說近一年 真的太多人 太多姜濤去銅鑼灣 所以我自己 一來有很多姜濤要做 都少落姜濤灣 但是一個月總會有一次 起碼會有一次 做一些應援工作 或者做一些觀察 收集一些姜濤的意見 這樣也會有 所以可能在於高登仔來講 看到姜濤這片片 真的很有回憶 我自己覺得很有回憶 而這種回憶 對於我來說是很珍貴 甚至是覺得 如果姜濤可以 永遠遠 永遠遠 都在我們生日的日子 都可以大肆慶祝一番 你說多好呢 當然我是滿滿信心的 我覺得 你說姜濤灣 一年比一年 多事搞多事玩 不出奇的 絕對 絕對不出奇的 因為 你起碼可視到 姜濤在未來可見的日子 其實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很多事情可以跟進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大家 姜濤都要努力工作 努力去支持姜濤 就是這樣 好 今集的姜濤總共報道就是這麼多 好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 好